小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真的想到 幼儿园还没上呢 那爸爸妈妈呢 都得去上班呢 就像一个在家里 又不能去别的地方 只能老老实实 搭着跟奶奶一起看电视 那个时候 杭州的地方团 老是放一些戏剧节目 都是乐剧 这次 印象很深刻的 有看过 乐剧《红楼梦》 《醉辣金汁》 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字 但是讲的是 唐太宗的女儿 高阳公主的故事乐剧 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啊 耳濡目染啊 对乐剧就产生些 很特殊的感情感觉 觉得乐剧这个就很亲切 虽然呢那么小一个 实际上也真的不懂 他们在唱些什么 说些什么的 再加上乐剧本身的唱词啊 跟杭州方言还是有差别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同年记忆的缘故吧 现在说起乐剧 就会感觉特别亲切 因为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长大成人了 根本就没有想到 突然有一天啊 看到好友圈 一个工作号 一个公众号 真的介绍一个工作室 是专门做一些 乐剧人物造型写真了 那一瞬间太惊喜了 就非常非常期待 能看一看 自己如果做了那些 曾经小时候在电视节目上 才能看到的伴想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于是呢 就有这一次尝试 有了这支影片 那个是什么 这是双眼睛 因为它是单眼皮 所以我们给它加一个 假的外在的双眼皮贴 因为我们细处的双眼皮 它就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这样子在我牌上 在我眼前里洗出来 就没有了 正眼皮贴 Zither Harp 其实我觉得都是兴趣实难吧 我大学里的专业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大学里说的是机械设计 哇 这个设计模具设计那种 它短短两年嘛 然后就很有所得的那种感觉 然后原来我们工作室 他也是姓名出身 他的也很好的 然后他这么要出书 后来我就用胆丫子上架 一咬牙一跺脚 自己去选 这部是我们吸取非常非常重要的 Zither Harp 放过 然后手超紧的 看我 左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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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你 这部呢是我们基本上 平常美妆不太可能用得到的 这细取力非常重要 眼睛非常重要 就是沿着我们双眼皮贴的地方 就是勾一条线 然后再服以那个双眼皮贴的话 在舞台上 它这个眼睛哦 看似非常非常用实 所以为什么细取双眼皮 这是月局啊 月局为什么双眼皮 要把它贴得那么大 像你没有双眼皮 我也给你贴得出来这么大 这是这个人 我还没画完 就沿着双眼皮贴的地方 把它这样子加深一下 用浅色眼影和黑色眼影的对比 然后形成一种很自然的双眼皮 其实这个眼看下 我眼睛它会有点白酒 这个跟Cosplay的很多妆品有点像 然后眼睛睁开 看平 然后把眼睛的地方握住一次 可能因为都很夸张吧 对就是说这个双眼皮贴的厕所 自己再画一个出来 这部也是基本上一般的舞台妆啊 生活妆能少会用到的 这细菊很喜欢点点红眉头 然后跟眼睛这里有点有衔接 小区多了 我觉得今天我拍得特别的 嗯 人家要表扬你咯 就是9号 但是台湾的那个会比这个东方家人的更好 台湾那个手工的那种啊 就这种包装的会好一点 但现在很多淘宝店都趋火 就是9号 就是它这个睫毛在贴的时候 不是像我们正常的那种 呃 平时的睫毛 不是沿着自己的那种地贴 它是贴在眼线的上部啊 跟着起来 我觉得就是从后到我能要的夸张 我们要做来进行所有的擦拭 好 这种 对皮 看着我说 我说是 装脚 是 这种 确实 是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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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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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